《勞家福音》 在百里行之野地裡 有牧羊的人 夜間暗間 看守養群 有主的使者 站在他們旁邊 主的榮光 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的人 甚懼懼 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懼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民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成類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耶基督 在門又看見一個嬰孩 包著浩 臥在馬草類 那就是記號了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 和天使讚美神說 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 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我們再讀第十四節 在地上 平安歸於他 在地上 喜悅的人 這段聖經 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們讀這段聖經 我們也有一個很美麗的圖畫 因為 耶穌基督誕生 在馬草出生 十四節 十四節 那裡 就說了 就是 天兵 和天使 讚美神 他說 願這個榮耀 還讚 是歸於這個神的 至高之處 在地上 平安 就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大家看到這兩個字 平安 神 你到 是帶給我們有平安 因為在這個世代 要得到這個平安 是一個很艱難的事 特別是 現在這樣的社會 你說想要有平安 都挺艱難的 無論年多大的 年多小的 也有很多的憂心 你現在可能在擔心你的工作 或者你在擔心你的身體健康 又或者你在擔心你的疑慮 做疑慮的 可能擔心父母 如果你有事業的 你又擔心你現在的廠房 工人不知道怎樣 生意不知道怎樣 很多的憂慮 我們可能晚上睡覺 都未必可以睡得好 所以平安這件事 不是那麼容易的 不是錢可以賣到的 不是有錢就有平安 有錢可能更加的沒有平安 所以神來到這裏是很好 就是主耶穌基督 他來到神就說 在地上 平安是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如果我們認識主耶穌 我們就會有平安 我們就會得到你的平安 剛才說了 平安是一個無價寶 也是很難得到的 我相信你身邊很多 未認識主耶穌的人 他們是很無平安 因為我都曾經未認識主 我都知道在這個世界去工作 今天不知明天是事 當然會擔心 多多少少都不免會很憂慮 明天 還有不知道怎樣 將所有的寄託 就放在銀行的寶寨 那些數目字那裏 當你的數目字後面增加多幾個零 你會很開心 如果是少了幾個零 那你就會很沮喪 那我們的倚靠 世人的倚靠 是倚靠錢財 但是聖經說得很清楚 錢財會飛的 那我自己都經歷過 亦都跟大家說過 我以前第一次損失很慘重 就是很年輕的時候 就存到一筆錢了 那時候應該是三十年前 很年輕我就賺到錢了 三十年前 我一個月的人工大概是一萬港幣 很厲害 我自己回想後也很厲害 但是我存了大概是十萬港幣的錢 有一次因為未認識主 還未認識主 有一個朋友便漏我去做一些 他說 他有十幾隻勞力時的水貨 已經有客人了 叫我去夾一份 那我就把所有的錢都放進去 誰知道一鋪就虧了所有的錢 就是被人騙了 所以我所依靠的那些零 銀行寶仔後面的那些零 就沒有了 那時候真的很徬徨 我也是記得很徬徨 因為沒有了錢 就 心不知道怎樣了 然後我的工作又有轉變 我就走了去新加坡 那整天都想著那些錢被人騙了 那些錢被人騙了 那心放不下 又要從頭來過 那所以是沒有平安的 所以我知道這個平安是很難得 我還記得我在三藩市住的時候 我就不知天高地厚 我住了一個黑人區 一到街 周圍都是黑人 這樣走路那些 但是我就不知道害怕 有時候我跟朋友說 我住在哪裏 他說那裏你都敢住 我說不知道 暫時來說好像沒有事發生 他說上個禮拜 哪個哪個又被人在那裏 枯頸 一開車門又被人打劫 但是我又沒有事 就是這樣 所以平安這件事很難說 有時候有很多人得不到平安 但是有些人又經常都可以在很危險的環境當中 都有平安 就是黃牧師經常說的那件事 有隻小鳥在狂風暴雨之下 他睡得著 那一幅圖畫來的 很美的一幅圖畫 如果你看到這幅圖畫 你就明白平安的真正意義 原來在這個狂風害浪當中 你是根本不害怕的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去到哪裏 我們最後的終點是回到天家 有很多人他怕沒有平安是因為他說死了 明天不知去了哪裏 死了之後不知去了哪裏 是吧 有錢的又怕 沒有錢的又怕 是吧 有錢的就怕賺到錢 不知道留給誰 沒有錢的就怕沒有錢留給他的兒子 總之什麼都怕 因為沒有平安 但是如果我們有耶穌基督在我們的心裡 我們就會有平安 所以這幅圖畫是很美的 這幅圖畫是一個關於平安的故事 這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是一個很歡樂的節日 剛才卓行也說了 其實我也很喜歡聖誕節 我以前雖然未認識主耶穌基督 但是一到聖誕節 我又很喜歡聽聖誕歌 聖誕節一過了我就很失落 不知為甚麼 心很失落 好像很不想這個日子過 但是不明白 但是現在就知道了 所以平安不是那麼容易去得到